中国经济在房产爆雷之后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广 包含像是烂尾楼也好 包含像是银行挤兑也好 包含像是地方债以及民众消费意愿也好 影响的层面非常非常的大 不过现在华尔街日报更是发出警告 提醒要目前在中国有投资的美国企业 能跑就赶快跑 周博哥 中国的经济现在真的这么差吗 因为家民现在中国的房地产 它的行情已经仿佛失速下跌 没错 就像失速列车一样 那么现在华尔街日报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标题 很让美国的这些投资者感到心慌慌 因为他说只要是在美国的这些上市公司 你的业务有很多大量是在中国的 我告诉你 你真的这第三季第四季 甚至2024年都要小心了 都要夹着屁股了 为什么呢 你看他讲 他说以苹果为例 下半年 这不就我讲了吗 这Q3跟Q4 他说来自中国的收入竟然下降了2.5% 不是啊 大家要知道 你苹果iPhone15是不是才刚上市 对啊 而且上市的时候很多人去排队 你应该是上涨2.5% 不是下跌25% 对啊 刚上市的手机还卖不好 蜜月期都没有 所以光是这样 苹果少2.5%的利润 他就少赚了台币4800多亿 所以就以苹果为火车头 再加上我刚刚说的 中国房地产这个火车头 不断的在失速 所以华尔街日报才会直接 下降这么重的标题 中国成为投资者的一个难题 讲白话一点 中国不但成为难题 还成为你的什么烂尾楼 成为你这个我们说的 脱口里压垮里落筹 最后一根稻草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 那房地产那就救嘛 怎么救 政府不可能直接拿钱 他就竟然要求一些大企业 不然碧桂园 碧桂园是房地产的 第一个龙头 你就先救他 叫谁救 谁都不想要当这个牺牲党 我干嘛把钱拿去救这个公司 就再传出说中国平安集团 可能被上头中央要求 不然你来救 中央介入了 其实我跟你讲 其实要救也是这样 因为中国平安本来就持有 碧桂园大概4%的股权 所以他们要找 你本来就是他股东 他现在要求再多加码46% 这也是50%就变第一大股 对 结果中国平安 现在还没有说要或不要 还不置可否 那我问你 你要去买一家企业 通常都是利多吧 都两家公司合并 不是 中国平安在香港恒生指数 只因为传出 你可能得去旧碧桂园 他竟然就下跌了5.7% 这个完全曲线是一路往下 代表投资人想什么 拜托 拜托平安的老板 你不要去买那个烂摊子 你也让我们投资人平安一点吧 你不要去躺这个浑水 你不要去喇这个 你懂我意思吗 好 那结果呢 逼着平安集团 刚才说没有没有没有 现在都说谣传谣言 没有说要买 还有 雪上加壮死 不是只有房地产 失速下跌 还有呢 地方债 更是失速上涨 你知道现在中国地方债 我从这边画一条线下去 大家知道为什么 我要画这条线吗 为什么 左边是去年 右边是今年 你自己看 我根本都不用讲 右边的柱子 有没有比左边的高 今年比去年多好多 你知道今年才到十月 才到十月 就已经比去年多1.2兆了 所以预估今年大概 整个中国地方债 会打9兆人民币 还要乘以4.5 才是台币 这样也太多了吧 然后呢 一年比一年创新高 不是啊 你应该经济创新高 不是欠债创新高 现在还有一个市井小名 他po了一篇文 他说这篇文是他们公司内部的公告 他是在福建的一个央器当员工 公务员 央器应该很有保障吧 公务员 而且还央器 还不是国企 是央器 结果呢 既然跟他讲 抱歉 这位这些员工们 你们辛苦了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钱 所以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不给薪水 这三个月的薪水 就Q4这个薪水 让我欠着 我一月一次给你好不好 所以我也不能说不 不是啊 我应该这样讲啊 我签一个月薪水 我就活不下去了 你有很多月光族 还能少那一个月吗 你签一次签我三个月 而且快过年了 所以不是活不下去啊 可能根本就会让人家没有活路 结果呢 他这个齿文一po啊 你看他在那边抱怨 都晴天霹雳 结果有人说 你晴什么天什么霹雳 我比你更惨 这个人他是国企 他在什么 他叫国企吉良吉林啊 应该看起来是做粮食的 他说你三个月拿不到薪水 一月才能拿 我三年多没拿到薪水 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 三年多我没拿到薪水 三年多 我三天拿不到薪水 我可能就去喝西北风 他三年多拿不到薪水 你说他要不要拉布条 他急的要不要 他要不要跟你急 拖欠工资45个月 那难怪要去拉布条抗益啊 当然要上访啊 当然要成抗啊 好啦 结果这样子经济状况 我觉得还有可以从的地方看得出来 历来都知道现在是什么 大萨蟹的 鸡姐 秋蟹 对 秋蟹最好吃了 怎么样也是赚这一票啊 对啊 结果现在大萨蟹的这些 这个养职业者 他说我赚不到钱 为什么 他说出口 没有人要买啊 对 可能是因为现在中国 跟很多国家关系都不好嘛 对 没有人要买啊 然后 国内总可以吧 我们国内自己卖不出去 因为大家没有钱吃啊 结果现在产地价 你知道一支多少钱吗 只要台币45块 才45块 一支大萨蟹才45块 我们都把这大萨蟹 你去高档餐厅吃 吃一支要四五百块 去一般海产店吃 一支也要大概两百块 对 他一支45块产地价 因为没人买 没有需求 也太惨了吧 就没有价格好 你知道这家工厂吗 他是做铁的 做钢铁的 他直接跟他员工说 你们不用来上班了 老板为什么 因为我们钢铁卖不出去 没有人要买 要你们干嘛 那老板 请问我们不用来上班 修无形价修多久 从现在开始11月 你就修到二月吧 11 12月 修四个月 我吓死 我听得吓死人 没办法 没人要买 你知道中国现在 加上日币又跌 很多东西都去跟日本买 所以中国现在经济 何止是失数 弄到华尔街日报都跟他 能不去 能别碰就别碰 好 可以看超 现在中国经济看起来 真的非常的不好 而日本媒体也已经报道了 就是说包含下个礼拜 这个习近平跟拜登 有可能要在美国 APEC的期间来会面 当然两个大国的领袖 领导人能够来会面 想必要讨论非常多 包含经济 包含军事等等的问题 不过现在传出 两个人碰面 有可能是谈假的 对啊 真的吗 真的会谈很多东西吗 还是只是谈 然后最后没有答案 只是两个人碰面 点点头 作秀给媒体看呢 来 你看一下 去年2022年 G20巴黎岛峰会之后 他们一年多没见面 现在可能说 要在旧星山 也许 习近平会出席 并且还会出席 会后美国商界晚宴 物门票卖到2000美金 整个台币要大概6万多 都是一堆美国大企业的老板 高概要去听 当然要听 习近平你要不要跟 我们拜登和好 你要讲什么 华尔街日报都说 我们不能去你那投资 要我们赶快抽银根 好 结果 现在既然白宫的官员 出来办乌鸦 不是燕子 他说什么 他说拜习惠 很难替两国关系 带来重大改变 旗舰不会改变 所以没有用吗 白宫会员你怎么了 你怎么自己唱 所以你们即将要见的 这个拜习会呢 原来人家是提来有致 他就以这六月开的 军控会议为例 出席人是谁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 史路尔他 还有中国的外交部 军控司司司长 孙角波他 两个人见面要谈什么 就谈军武标 尤其是核武 就不要扩大 不要无限扩张 因为你看俄乌 还有你看现在的乙行 来 他们就谈 你中国的核武力量规模 让我们知道 核武政策局预算让我们知道 核武库扩张透明度 要透明一点 告知飞弹发射讯息意愿 真的有一天打起来的话 至少大家可以稍作准备 不要变成明天过后 结果呢 中国见了面 去了 谈了 什么都没讲 什么都没讲 他美国高级冠军透露 他说任何会议里头 具有建设性的答案 都没透露 都没透露 不是浪费他时间吗 就是会议有建设性 答案没有建设性 好了 结果呢 现在中国还做了一件事情 你就知道 这拜习会 真的是门前手先手 台下小朋友 为什么呢 来我们看 中国大陆最近 即8月对于加者半导体材料管制出口之后 他现在还讲 中国商务部直接跟大家宣布说 我们的自然部部长王广华强调 稀土是战略物资 所以现在要管制稀土出口 加强管理 而且这个王广华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手中有矿 心中不慌才怪 他真正心里想的是 手中有矿 让美国慌 对啊 你懂吗 所以这不就是等于拜登在10月扩大AI晶片 对中国制裁之后 中国委婉的对你进行报复吗 而且不就是在拜习会 如果真有成军的话 在拜习会之前 给你下了一个矛头吗 对不对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你知道最近中国竟然 有抓间谍大战 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竟然牵扯到他们的中 我们讲的青年人的失业率 你知道他们现在失业率 高达21.4% 也就是说每10个人就有两个人失业 好 结果竟然导致有这个 见缝插针外国界的一些入侵的机会 这些外国人他直接怎样 比方说我举一个 有一个董姓年轻人 30多岁 他大学毕业之后 他的这个工作 是在党政机关下面做研究工作的 但是他一个月只有 大概不到4万块台币 在上海很难用 所以他是月光族 就有时他做公车的时候 就叫个外国人 外国人就讲 他说你可以帮我做问卷吗 后来两个就熟了 下次有空一起出来请你喝酒 喝酒的时候就跟那个年轻人讲 就跟董姓年轻人说 我跟你讲 我现在来做一些报告 你可以协助我做吗 协助研究 然后做做做 干脆你帮我写报告 干脆你把你在党政机关里面 服务的一些机密页 写成报告给我 不然你其实这才是你最后目的 你就是要人家党政机关里面的 机密文件 然后给他钱 那他刚好缺钱 他就接受这个工作 当然他就被抓 我想讲的是什么 当中国经济在下行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中美的关系越对立 越会出现这样 国安的危机呢 中间双界演艺界 跨界揭秘 重案 悬案 风起案 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 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 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请锁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网 明镜我们下期应 会中文的拍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